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4月20日在环球影城希尔顿酒店 举办郭绍春总领事导任招待会 加州州众议员方树强 柯安郡郡政委员Leticia Price 加州副州长办公室国际事务主任Evan Reid 洛杉矶郡礼宾局局长Lodger Stab 洛杉矶市政府贸易投资主任 Christine Peterson等美方各界人士 以及华侨华人 中资机构代表等数百人出席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施远强 主持了当天的招待会 郭绍春在致辞时说 直此中美关系发展关键时刻 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建管35周年之际 来到天使职呈洛杉矶就任总领事 他深感责任重大 他指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 但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此外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核心利益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台湾问题 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 希望领区各界人士尊重和支持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和努力 好的 我来了以后啊 感觉呢 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为现在两国关系啊 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越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呢 我们越要和领区内的各界的朋友一道努力 去努力的推动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我也感受到来自领区内的地方政府 民间百姓也包括我们广大华人社团的对于支持中美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这种热情 我相信呢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一定能把工作给做好 谢谢